按一下它自動推幫我產生 另外當然我剛剛的程式是只有寫到那個 4J J的話是欄 第幾欄呢 從第2欄我剛剛是第6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寫到 4J等於第2到第15 那就全部了 OK 那全部的話就一個一個幫我 把那個 全部的 這個工作表全部 都產生了 但是產生我們來看一下 我可以按個按鈕按一下它 這樣子的話呢就全部自動就幫我把 順理有分析表 全部都做好 但是問題啊我是覺得還可以讓它更好 哪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它做完之後就跑到最後面 所以理論上最好是切回來 切到哪裡呢 切到第1個 最好按一下 那有的時候啦其實如果你要讓那個 程式更貼心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 再不如就是啊 你就是最好跑完之後 然後 可以切回去的話 那其實你就加一行 叫什麼 序詞 你就切的話呢 好像這有點像錄製劇集會產生的 序詞第幾個 瓜虎第1個 序詞1指的是那個第1個工作表 那如果我要切過去的話 你可以寫什麼 點什麼呢 點select 我們在錄製劇集常常會看到這個單字 select 意思就是幫我把它切回到第1個工作表 那意思就是跑完之後自動就切回去 這樣感覺會更貼心 不過另外第2個問題是 跑完之後 會有個麻煩的地方 幫我把它刪除 太多個了 所以接下來後面我們會講一下 那如果 這個 產生這麼多工作表 如果我要手動刪除 其實也頗麻煩的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 可不可以一次 這樣全部幫我把它刪光光 留下一個就好了 所以後面的話 我順便補充 在第第 第44頁 其實就是 刪除工作表 OK 所以如果你要删除工作表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的 不过那个录制聚集下来的东西 可能会有很多地方不合用 所以我干脆 事实事业部分的话 干脆就是自己 来产生这个 不过产生这个可能 要注意一下 就是怎么样去产生 这个删除工作表 当然你可以用录制的 像刚刚那个 录制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 把那个第二个选取 然后再按下Shift键 去选最后一个 不过录制的 我记得好像这边是不太容易出错 所以我建议 因为删除工作表并不困难 你倒不如就是干脆自己来 把这个给写一下算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快速删除 第一个 一样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直接在那个 这个 聚集里面 上方有个插入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删除工作表的话 那请各位就 按一下那个 上方的插入 有个插入程序 其实程序 就是我们的Sub 插入程序 那Sub名称的话 也许我给它叫做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 插入程序 删除工作表 确定一下 那再来的话 你就告诉他说 你要删除的是哪一个工作表到哪一个工作表 那因为 所以我们将来删除工作表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今天删除的工作表是第二个 如果你把它删掉的话 那后面就少一个 它会往前移动 那也就是你本来要删它第二个 可是因为第二个删掉之后的话 第三个会跑到前面去 所以问题怎么样 如果你本来要删第二个删掉 你接下来删第三个 结果第三个跑到第二个 那你变成了 你要再减一 或者再加一 其实很麻烦 所以干脆这样 我的习惯是从后面删回来 从后面删回来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删到最后一个 删掉它之后的话 它不会影响前面的 OK 所以那个写法就是这样 就是 你就是写什么 最后一个 所以For 我一样 刚刚的回圈是 For i 等于什么呢 最后一个 我刚刚讲过 最后那个就是shits .com 就是它总共有几个的意思 那它回来可能 比如说总表一个 然后加14个栏位 就15个 所以它回来就15个 到 第几个呢 我就 33333 最后那个 不能1啦 1的话是总表 总原来那个 我就3到2 那记得 如果反过来的话就step 跟它讲说我要step 就是越来越少的话 你就 减1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从多 到少 你这边要加 step-1 但是如果未来你是 由少到多的话 那step-1就不用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ess ness指的是下一个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 那个第几个工作表 所以shits 刮胡 里面 加一个i 这个i指的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做什么呢 删除的话就delete 所以你就打一个delete 就可以了 delete如果不会拼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你们的那个键盘上一定会有delete的键 不过就怕说有些 notebook上面是打简写了 OK 那shits 另外 你打字的时候建议是打小写 那打小写如果说 移开之后没有变大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像这个 shits 如果它 没有变大写 那表示什么呢 自拼错了 像这个我的习惯是 打字我都打小写 当我移开的时候 奇怪了 什么还是小写 自拼错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说 像这种简单的 这个程式 尽量还是要 就是注意一下 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习惯是打小写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 删除的时候会有个问题 就是 按右键 删除 他会跳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做alarm 这个alarm的话呢 就随时会问你是否删除 所以如果你跑个回圈 然后执行的话 他会一直问你说 是否删除 下一个 是否删除 又跳一个 是否删除 那如果你要删除 14个 你就要跳14个 这个 这个叫alarm 那这个alarm 如果你没有把它关掉的话 他就会一直不断跳出来 所以 我们如果要把它关掉的话 其实就是 你直接 在这个 刚刚这个城市的外面 跟他讲说 帮我关掉这个东西 那那个东西 因为是 那个 Excel管的 Excel就是application 点 里面有个叫做 显示不显示 叫displace 那那个讯息方块 alarm 所以你可以 找到displacealarm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之后 他会出现开关 把它false掉 意思说 先帮我关一下 等到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再帮我怎么样 打开 那记得要打开啦 不然的话 以后 该跳出alarm的地方 他就不跳了 等于 这个把它打开 所以这个只是做一个开 先关 再开的动作 那我们就完成那个 删除 所以把最后一个 删除到 剩下 到2 一直剩下一个 那我们试一下删除工作表 这样的话 把它按删除 这样的话就留第1个 所以最后的话也可以 有一个按钮 樞钮自动化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 删除工作表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再多一个按钮 叫删除工作表 把它执行 先这个 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移到前面去 OK 这样蛮顺的 然后再删除工作表 OK 再产生 再又新增 又产生新资料 再来自动跑 跑完之后跳回去 OK 然后一样可以删除 每一次的话呢 如果你要快速产生 那他就是自动可以 帮你很顺畅的 产生你要的东西 然后面当然延伸性很大 包含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分割里面每一个 的报表结果 寄给 不同的人 那这些延伸性东西啦 其实 后面 其实当然 都可以写得出来 那至于怎么写 如果你们 因为这后面又更困难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到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或我的YouTube频道 之前 我在其他地方上课有讲到这一段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部分其实 后面部分呢 程式撰写 难度将来相对越高 可是呢 他的自动化程度 相对的 也是非常的 便利 很多人每天都一定会需要遇到 同样的问题 每天再做一遍 每天再做一遍 导步全部都自动 处理完 感觉 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但是这个效益非常大 如果你将来你的 客户端 很多 那怎么办 或者你很多 你的老板很多 他每天都要跟你要很多东西 你不如就是先预先先做好 那随时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刚刚是 43 现在删除工作表的话 44页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删除工作 表部分 44页 那当然我在44页 也有加上那个注解 好